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双 漂亮 他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吗 还好有他在 真是永远让人放心啊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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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家慧 山中找进区里的队友 解围成功 林达达尔曼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这是一次前场断球 他们的高位比抢收到了不错的成效啊 他这是要独闯龙坛啊 应该能打进吧 漂亮的铺就啊 很可惜啊 他们试图打破场上的僵局 但对方门将显然不会让他们轻松如月 门将这次扑得漂亮 这个角球直接传到了进区中央 手面碰到了球 危机还没解除 还是需要更有质量的进攻 球出了边线 看看判给了谁 攻球拳又发生了变化 机会来了 太危险了 击中了立柱 这样中门大开的球 说百发百动啊 都是谦虚的 回放来了 看看这角球传的是非常漂亮 直接穿越防线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将球打尽 将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一比零 一顿拼抢拿回了球权 摇尾 伍特拿到了球 这次抢断有犯规嫌一样 但是主策判认为现在是进攻有力 比赛还是终止了 补了刚才的事 裁判没有对他出盘 只是警告一番 换做其他裁判的话 他可能早就被罚下了 今天的裁判可能为了平衡场上的局势 并没有选择出牌 来呢阿波多福 朱利亚格温 看这个直塞没有越位 就高了一点点 很有威胁的射门尝试 处理球啊有些拖沓 这个球啊直接传给对手了 杀到对方腹地啊 哈 在这种距离直接一脚敲沉震舞 这个远射进球绝对体现了 这个射门队员的个人能力啊 哈 真是精彩绝伦的进球啊 球员距离禁区还有很远的距离 这脚法令人赞叹 能打进这样的进球不简单啊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这带着球往哪跑呢 强盾成功 双方交换球权 这是有人来提供支援了 这是波普 他不会让任何人从他这里把球拿走的 没问题了吧 门将这次扑球堪称是武阳桌边啊 不对 上天揽月 啊 主裁这是补了刚才那次犯规的黄牌 没有往进区中间给而是选择了前点 湖特拿到了球 球来到了湖特的脚下 黄主锋拦下了这次船中 好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反击都来了 防守队员还都不在位置上 漂亮的铺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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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球被防守方拿到了 这次进攻是无攻而反 楼家慧 这次拦截非常关键 阻挡了对手的进攻 这种滑铲啊非常不好掌握啊 而且你这个动作啊 我觉得稍微掌握不好 很容易吃牌 谈判直接给出了黄牌 好像方规队员是无条件接受 黄牌没有问题 对 还是想通过传球啊寻找机会 大尔曼这球能进吗 这球又有了 分差继续扩大 现在已经三个球了 他拿球之后十分自信 抓住机会 过掉了防守队员 起脚破门 上半场就大比分领先了 往双 他这是要独闯龙坛啊 绝佳的机会啊 被干扰了一下改变的方向 脚球开了出来 脚球开了出来 没什么效果 脚球 脚球 这次解围没有完全能够解除危险 这次解围没有完全能够解除危险 展瑞 近在咫尺拉 好的追求用了 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这个进球 好球 这次的跑动尤其精彩 精准找到了防线的漏洞 稳稳把球送进球门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三比一 五十只有两分钟 利娜拉他为阴 好球 穿得不错 上半场比赛正式结束 休息时间到了 特攻女图带着领先的优势进入下半场 樓家慧 直接打门 只不过还是不足以考验到门将 斯维尼亚胡特 琳达达尔曼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太刺激了 竟然在禁区里啊 这么大动作划铲 唐嘉丽 这个球把握好了 就是绝佳机会 看看他们如何组织这次进攻 球迷们在起哄网 让他们勇敢的起脚打门 球进了 他们后期发力 看起来有点效果 现在只差一个球了 就是完美的观云场式的单机闯关啊 突的精彩 射得更漂亮 一分已经被改写成了三比二 教练该换人了 他还在带上比赛 这球传得很迷啊 队友都没弄明白他在想什么 王珊珊 王双 球被拦了下来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防线没有犯错 把这条传珠防下来了 王双 带球过人 这个动作我给十分 同意 这是个扳平的机会 门将做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飞尘扑救 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以一己之力冲向进区 基本上没有给门将造成麻烦 莉娜拉特维因 交给了胡特 亚历山德拉伯普 这是一角极具威胁的挑船 他们将球及时的解围 警报终于解除了 他们做出了一个换人调整 目前的比赛时间只剩下最后的25分钟 跃得不多 但还是跃位了 亚历山德拉伯普 主则伴现在是在利用进攻有力的规则 没有吹停比赛 防守方拦截了这角传球 危机解除 老家慧 单平的机会来了 精彩的普及 面对这样的门将 对方可是有点泄气了 根据进攻有力的原则 裁判这次没吹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这是一角精彩的射门 如果这个球打进的话 他们就能够将比分扳平了 但是对方门将显然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 刚才真是危险啊 还好及时断下了球 萨拉德布里茨 这球还是进了 这门将的第一下铺就已经很精彩了 这补射无能为力啊 尽管有人会说 只要丢球了门将都有责任 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说 门将真的做得足够好了 他的铺就很精彩 只能叹息运气不好啊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往双 这个位置非常好啊 观众炸了 一次精彩的扑救 反击的机会来了 没空住 球被对手拿到了 这球能缩小差距吗 好 大球进了 扳回一手 好 在这个位置的球 几乎都是逼近的 不过他的反应和预判也都非常涂色 比分被改写成了4比3 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抢到了球权 老家慧 拿球的是亨德里希 前场反抢成功能创造出机会吗 进去里面对大门 漂亮的解围警报解除了 身上的伤对他影响很大 教练不应该让他继续比赛了 亚历山德拉伯普 精彩的抢断 赢回了球权 还有5分钟啊 比赛就将进入商厅补食 比分落后 更让他们着急的消息是啊 比赛快要结束了 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居然扳平了 比赛即将结束啊 比分又被扳平了 起起伏伏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他身上有伤 教练可能要考虑换人了 事业非常开阔 挑了一个过顶 这次上下成功破坏了对方的胜门机会 球也被打出了危险区 看看他们能否利用这个角球 在最后时刻拿下比赛 这个球啊是奔着点球点附近去了 绝佳的扑就啊 我都以为这球要顶尽了 没想到门将还能有这样的发挥 啊 传球方向啊 并没有队友接应 接外球 马琳娜赫格林 伤痛还是有影响啊 该让他下去休息了 时间不多了 能否绝扎就再次一举 好的 这下太重要了 这可是在禁区里啊 中场哨声响起 双方最终是站成了平局